男子打要大敗從屋內走出 接著又來了一輛轎車 十幾名凶神惡煞 惡度衝入民宅內 把屋主抱打一頓 我就也不知道 就整個屋子隨便他們打 到時候應該會怕會離開這邊吧 被打屋主躺在急診室 衣服全被扯破 身體輕一筷子一筷 脖子上全是殴打痕跡 讓媽媽看了好心痛 我大哥把我給他嚇過來 給他嚇過來 真的是看不到幾年啊 那不是人 這起暴力殴打事件 發生在十六號清晨五點多 棚屋一名屈心屋主 不願意將房子租給別人開賭場 沒想到被拒租的男子懷恨在心 帶著一群朋友 直接闖進家中痛而無阻 這群人從車庫一路打進屋內 家人目睹全程 甚至下跪哭哭哀求 但惡煞不但不停手 還恐嚇要砸他的便當店 我們一定會害怕 我有兩個女兒打人這樣子對嗎 我的一個支柱就只有他而已 只因為租屋不成竟然傳入民宅 把曲線屋主打到腦震蕩 完全沒有把法律放在眼裡 警方最後以恐嚇及傷害最嫌 將黨人惡煞移送法辦 記者顏宇龍謝水亞澎湖報導 能夠及時補充抗菌液的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讓防疫變得更方便更安心 一天你用200次都沒有問題的 比酒精啦 比漂白水更加的環保 如果你要購買旺旺水神生成機 中天新聞的觀眾是有獨家的好看